莫非 冥冥之中 有什么力量 再给自己指引 不管了 反正是绝境 干脆试试吧 声色不止神不清 思虑不止心不宁 心不宁 吸神不灵 神不灵 吸道不成 原神之症 突然发出了一道光 投射在了神石之中 啥时间 痛苦减弱了许多 叶少阳精神为之一阵 一口气总算提了上来 叶少阳看到了希望 精神集中继续念咒 这是什么 后卿看见了灵光 舒然感觉到了一股 软绵的力量 抵抗着三师神的入侵 心中惊一万分 这不是原神之力 这是什么呢 就在后卿发争的功夫 那股软绵的力量 已经越来越强 后卿急忙发力 三师神陡然加强了攻势 对这股力量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叶少阳顿时感觉到了一阵天旋低转 这种感觉不是疼痛 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郁闷 正要形容的话 就像是有人不断地往你肚子里面吹击 但又没地方排放出去 随着肚皮越来越古 早晚就会爆裂 三师神从外到内的压力 和体内不断膨胀的这一抹灵魂 内外相抵都在不断地加强 一时相持不下 这个苦了叶少阳 原神本就是一种无形无形的力量 但是此时此刻 叶少阳却仿佛清楚地感受到了 原神的轮廓和外面的那层膜 正是这层膜所承受的压力 给叶少阳带来了痛苦 但对他来说 也是在绝境之中误打误撞地摸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当然不愿意松开 只能继续顶下去 这是什么法术居然能挡得住我的三师神 不过 你的原神却是承受不了强大的力量 只要我持续发力 你的原神必然爆裂 非心非念 勿我良妄 自然何道 叶少阳 你知道吗 我从来都没有过喜欢一个女子 但是 冷遇却是让我魂牵梦绕 叶少阳听到了冷遇的名字 不由自主地分了一些精力去倾听 神识猛然遗产 原神中的灵光骤然缩小 几乎熄灭 急忙收敛心神 继续念召 灵光这才重新炙烈起来 他也不知道 这何道术能不能对抗得了后星的三师神 但目前效果还是不错 关键实在是也没别的好办法 只能尽量地坚持下去 叶少阳 你知道吗 我跟冷遇这段时间 是怎么相处的吗 你知道 他为何要嫁给我 方才的事情 让后卿看到了希望 想了一下 用更加敏感的话题 来吸引他的注意 不停 不停 亡不念经 叶少阳努力不去想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已有了肌肤之情 不是你想的那种 但是也差不了许多 叶少阳 你不信是吗 叶少阳 反而更加认真地念咒了 后卿心中疑惑 但是很快就想明白了 叶少阳 不信 不信自然没必要再听 后卿想了一下 华锋一转说道 你知道吗 冷遇有一个秘密 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正因为这个秘密 他才愿意嫁给我 叶少阳的心神差了一想 努力不去听 无所隐隐 长生之道 除够之念 静心守意 灵光猛然变得微弱 后卿心头一喜 暗喝离声 三十神一瞬间爆发 将灵光四三逼腿 一击看碎了神念 叶少阳的元神 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 出现了在他的面前 元神的形象 与本尊相同 后卿的眼中 叶少阳盘系索的地上 闭着双眼 一动不动 咕弄玄虚 也没用了 后卿缓缓地走了过去 脸上带着一种 操控一切的微笑 俯身看着叶少阳 叶少阳睁开眼睛的瞬间 后卿内心 小小地震惊了一下 叶少阳的眸子里 带着清澈和平静 看不到一点慌乱 你是真的不怕死 还是鼓作镇定 后卿宁神望着他 我已经来到了你元神之前 举手之鉴 能让你元神俱灭 你 不害怕吗 叶少阳望着他 也不说话 不管怎么样 还是快点结束这一切吧 后卿抬手 食指朝着叶少阳的眉心处 点了下去 我会带你向冷鱼道别的 手触碰之下 叶少阳的眉心突然裂开了一道长长的裂缝 随后 裂缝迅速蔓延开来 波及到了全神 轰的一声 元神彻底的碎裂 化作无数的细微碎片 散发着光泽速速落下 天选之子 最后还不是死在了我的手中 万年冷静的后卿 在灭杀了叶少阳的元神之后 内心忍不住激动起来 有一种想要放生狂笑的冲动 猛然间 后卿察觉到了一次不对 环顾左右 心中越发悚然 自己明明灭掉了叶少阳的元神 说起来 他用神识构金的幻境 也应该随之崩塌 可是自己为什么 仍然在他的神识之中 头顶上方 突然传来一阵异动 后卿急忙抬头 一道俯火直飞过来 后卿反手挡了一下 俯火打在他手臂上 迸射出了无数的火化 前后左右落在了后卿的身边 半空中纷纷停住 将后卿围得团团转 怎么会 后卿大惊失色 本能地转身包围 扑了一下 撞在了一团火星上 迸发出来了一道灵光 将它挡了回去 最后这道灵光 又窜到了相邻的火星上 接着在这些火星上 迅速蔓延开来 产生了多米诺骨牌般的 连锁效应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张巨大的网就形成了 后卿陷在这张网的中间 左右看了一会儿 试图从网眼中穿过去 结果撞在了灵光上 立刻又被弹了回去 不可能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法术 后卿喃喃自语 这本来就不是法术 叶朝阳的身影 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冷峻的笑意 缓缓走来 从网中间穿过时 附近的灵光 立刻就消失了 你 你怎么可能没死 后卿强行保持着冷静 冷冷地问道 因为 我学会了一枚神秘的法术 叶朝阳伸手 去抓附近的一枚火星 朝后卿砸过去 后卿纵身躲过 叶朝阳毫不在意 挥动手指 所有的灵光都移动了起来 朝着后卿挤压过去 后卿尝试反抗 但几次都被撞回去 最终 所有灵光都压在了后卿身上 将它像粽子一样 裹紧成一团